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你的Home Assistant里添加GPS定位 然后呢,GPS定位呢,会让你的位置显示在我们的地图上 实时的显示在你的地图上 比如说你到某一个位置,然后他就会在地图上标出一个圈 然后来实现一个实时的GPS定位 这个功能呢,非常的有用 一般呢,我们可以用来实现一些路径的联动 比如说你走到某一个区域之后,打开家里的空调或者怎样 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呢,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介绍一下苹果系统如何 苹果系统如何实现这个GPS定位 在苹果系统里面呢,有几种实现方法 一种呢,是安装我们的Ontrack Ontrack呢,是一个MQTT方式的一个GPS追踪 它是通过一个APP 获取你GPS信息之后,推送到MQTT的服务器 然后Home Assistant呢,也订阅同样的频道 同样的TOPIC,然后把GPS信息拿回来显示在地图上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客户端 Home Assistant官方客户端也是可以把GPS信息取回来的 然后这两种方法呢,在苹果系统上面,我试了一下 非常的不好用 因为这两个软件呢 苹果系统的限制 比较多,苹果呢 大家都知道啊,苹果是假后台 苹果没有真正的后台 也就是说软件不可以在后台运行 然后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发生 比如说,你把软件打开 它才会定位 你把这个软件关上之后 比如说你打开了其他的APP 两分钟之后 它会把你的其他的APP杀掉 你的位置也就不更新了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苹果的iCloud iCloud来实现这个GPS定位 这个呢 在苹果系统上还是相对于 那个两个软件比较稳定的 因为毕竟是苹果官家的嘛 苹果官方的这个GPS定位是依赖于这个范的买iPhone 就是获取我的 就是如果你的手机丢了 通过范的买iPhone可以找到他最后的位置 这个功能呢 同时呢 也他也有一个Home Assistant对应的一个插件 一个集成 我们呢 看一下啊 我们在配置里就可以找到这个集成 我们点击配置 再点集成 然后右下角这个加号 然后我们看啊 都不用搜索 我们就能看到这一行 Apple iCloud 我们只要点击这个Apple iCloud 输入我们的Apple ID 当然Apple ID就是邮箱地址 然后Apple 苹果的密码 好 大家看 现在呢 密码输入完成之后呢 他会让我选择一个收信设备 我就点一下 发送一个短信到我的手机号 他会发送一个验证码给你的手机 当你点完提交之后呢 你就上手机这边看一下他发给你的验证码是什么 好 那么我现在已经收到了这条短信 那我们把这条短信的验证码输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 然后我们点击提交 好 现在大家看已经成功的添加了被一个Apple ID成功创建了配置 然后我们随便给他选一个area也可以不选area 大家看我的Apple ID下面链接的是一个iPhone5s 然后点击完成 我们看集成下面呢 已经已经有东西了 这个iPhone呢 我们点击来看 有一个电池的电量7% 我们苹果这个集成呢 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传感器 还提供一个设备追踪 设备追踪呢 就是我们iCloud的追踪这个苹果手机时候使用的GPS信息 好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呢 我这个iPhone里面已经显示出这个设备的GPS信息了 然后呢 我们看哈有一个传感器 是电量传感器 还有一个是iPhone 这个iPhone呢大家看是device tracker.iPhone 那么证明呢 这是一个设备追踪的设备 下面这个传感器呢是sensor.state 这个sensor.state呢 我们回到开发者工具 选择状态 我们选择到这个sensor 这个iPhone 这个iPhone 大家看啊 其实呢 我们这个iCloud的传感器呢 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在这里面 不仅仅是这个电量 电量是12%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battery的电池的状态 现在是充电中charging 我们可以用这个状态呢 做一些联动 比如说充满断电等等一些联动 跟一些插座的联动 然后设备状态是在线 也就是说我跟iCloud的现在通讯正常 设备名称 包括所有者的名称 然后 然后这些数据是呢 是苹果的iCloud的提供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传感器做很多事情 大家看 我们在地图里面呢 应该就可以看到这个设备了 我们看 我们点开地图里面这个设备会显示我的GPS信息 然后 有很多很多的信息都会显示在这里 然后并且呢 他显示这个数据提供 提供是由苹果的iCloud的提供 所以呢 这个GPS信息呢 还是很准确的 我们如果用这个做设备追踪呢 还是非常的非常的稳定的 因为他毕竟是苹果官方的东西嘛 那么安卓底下的追踪方法呢 就比较多了 都是靠第三方的实现 我这一期节目呢 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安卓的 我做一期新节目来 讲一下如何在安卓下实现这个GPS追踪 让让你的手机 实时的显示在地图上 然后如果你要安装过我之前讲的那个墨兰地图呢 甚至还可以在地图上绘制轨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设备 赋予这个IT Commander这个用户 大家看啊 我们现在IT Commander这个用户还是未知 我们呢 我们进入到配置人员里面 选择这个IT Commander 然后把这个用户呢 关联一个设备 我们就选择刚才这个iPhone 我们点击更新之后呢 我们这个IT Commander这个用户 就跟这个设备关联起来了 跟这个设备关联起来呢 只要它的GPS信息不在家 不跟家的GPS信息完全一致的话 它就会显示一个离开的状态 如果呢 这个手机的GPS信息和我们家的GPS信息 基本吻合的话 这个位置就会显示在家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做一些离家和在家的联动 并且呢 你也可以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装到你小孩子的手机上面 也可以知道它实时的位置 并且呢 而且还是很隐蔽的 在手机端基本上什么什么都看不到 只是大家注意要把手机的 iPhone这个功能查找我的iPhone的功能打开就可以了 我们赋予给这个IT Commander这个设备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地图上面设置很多个Zone 这个Zone呢 我们在设置里面是配置里面是可以设置的 我们我们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Zone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Zone呢 已经默认是有一个加了 这个加的位置呢 是我们安装Home Assistant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它自动获取到你的加的位置 或者是你手动调整也是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边这个加号呢 再定义一个其他的Zone 比如说 比如说公司 公司 然后呢 你们可以把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司拽到 比如说拽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这样的话呢 大家看就是地图上面就会有一个公司 如果你的GPS信息在这个Zone的位置呢 我们我们首页的这个信息呢 这边就会不显示离开 显示公司 这样的话 你可以显示做一个联动 比如说到公司了 家里的设备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Zone这个位置 建很多很多个Zone 比如说你有很多个住址啊 你可以在这里面签 添加其他住址 然后你在地图上只需要选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范围太大了 我的家没有那么大 我比如说我的家住在廊坊 然后点建立 这就是一个你的其他的地址 如果你的手机出现在这个Zone的位置呢 同样我们首页也会显示出你在这个其他住址 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这离开这两个位置就会变成其他住址 好那设备追踪这块呢 我们苹果的设备追踪就是这样设置啊 而且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安卓呢 我会单独的做一期节目给大家 好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